我们在具体的实现学写一个字这个应用程序的逻辑之前首先需要加载JavaScript的鼠标事件 那么在我们初始的时候我们会将这个应用程序呢实现在PC端 也就是使用鼠标来控制进行具体的写字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事实上这样一个应用程序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JavaScript语言中 鼠标事件相用内容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应用程序中呢会使用JavaScript中的四种不同的鼠标事件 分别是mouse down,mouse up,mouse out和mouse move 那么我将这四个不同的鼠标事件都放在了converse这个画布上面 那么顾名思义mouse down就是鼠标左键按下的时候 mouse up就是左键抬起的时候 mouse out就是这个鼠标出了converse这个区域的时候 而mouse move则是鼠标在移动过程中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四个函数中呢 我首先都调用了一下这个event的prevent default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其实呢在PC端调用这个函数的意义呢并不大 这个函数所做的是阻止默认的事件响应 那么我们后续把这样一个应用程序放在移动端的时候 就会看到prevent default的作用 与此同时呢通常我们在使用键盘来操纵程序的时候 都要写上prevent default去 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创建一个在线的小游戏 那么这个在线的小游戏上下左右可能是控制你的角色移动 但是在浏览器中上和下箭头可能会导致浏览器的上下这样一个翻页的动作 那么我们为了阻止这个默认动作呢 我们就调用一次prevent default这个函数 这样就可以放心的使用上下左右四个箭头来控制你的角色运动了 那么依然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我们将要实现的这个程序中呢 prevent default并没有实质的作用 但是为了保持这个代码的一致性 同时呢也是作为写一个web app的这么一个规范 来阻止浏览器的默认动作 在这里我直接将这四个一点prevent default添加进来了 下面我们来考虑一下在学写一个字这个英勇程序中 我们具体需要检测鼠标的什么状态呢 那么首先大家就可以想到 我们在屏幕中按下鼠标的时候是具体的绘制 所以我们首先要检测用户是否按下了鼠标 那么为了检测这个状态呢 我们新设置了一个变量 我管这个变量呢叫做it's mouse down 那么初始化的时候呢 它是forced的 也是说大家在进入这个程序的时候 是没有按下鼠标键的 那么相应的我们就可以看这四个事件 对it's mouse down这个变量的影响 那么很明显在mouse down这个事件中 我们应该改变it's mouse down的状态 把它改变成处 代表此时我们鼠标按下了 那么mouse up这个事件中 it's mouse down这个属性就应该变成了force 也就是说鼠标键不再按下 那么mouse out这个事件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也应该把it's mouse down设成force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鼠标出了converse这个画布的时候 即使我们仍然按着鼠标键 由于已经不在画布里面了 无法进行绘制了 那么我们就假设用户此时已经不想继续绘制了 将it's mouse down这个变量设置成force 最后呢就是on mouse move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on mouse move是绘制的关键 那么在鼠标移动的过程中 只有当it's mouse down这个变量为真的时候 才应该执行一个具体的写一个字的绘制程序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程序的总体的逻辑呢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为了测试我们这些鼠标事件响应是正确的 也是为了测试it's mouse down这个状态设置是正确的 我在这四个事件函数中呢 分别加入了console.log 来打印出当前响应了具体是哪个事件 那么我们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在这个测试中我使用的是chrome浏览器 为了看到console.log所打用的内容呢 那么我点击F12进入开发者的模式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菜单中选择更多的工具 然后点击javascript控制台来进入开发者模式 在开发者模式中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console的标签 我这里默认已经把它打开了 来看到console.log所打印的内容 那么此时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的鼠标移入converse这个画布 同时点击左键的时候 mouse down这个事件就会响应 同时在我移动的过程中 mouse move这个事件就会响应 大家可以看到在控制台中 mouse move左边的数字就是它所响应的次数 那么此时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我松开鼠标的左键的时候 mouse up这个事件响应 表示绘制结束了 当我的鼠标移开converse的时候 mouse out这个数件也会响应 那么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进入converse按鼠标左键 在这个位置里移动的过程中 当我们的鼠标出了converse的时候 响应了一次mouse out的事件 同时mouse move也停止响应了 这里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就是其实我的鼠标还在继续按着 但是由于我们在mouse out这个事件中 让mouse down变成了force 所以不再打印出mouse move这条信息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其实mouse move这个事件还在响应 但是由于我们将打印mouse move这条信息 放在了if is mouse down等于处 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所以我们在控制台中呢 打印不出相关信息了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在这些事件中加入更多的代码 来输出相关信息 仔细的观察鼠标响应事件是如何运作的 这个过程帮助我们验证了 我们所添加的这个 is mouse down变量 以及所有的鼠标事件 像我们期待的逻辑那样正确的执行了 那么在下一小节中 我们将要解决使用鼠标在converse中绘制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坐标系的转换